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我们甜甜圈 面包 还有一些可爱的蝴蝶结的样子的东西都是用你人化的 我们还有一个小勺子 里面每个勺子都是可以收集的 上一次我们拆了一个是巧克力牛奶的勺子 今天我们再来赶紧把这个盒子打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玩具吧 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给打开了 小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是怎么玩的吧 这是当我们需要灌水啊 我们先拿一个剪刀把它给划开吧 看上去就比较难打开呀 搞定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里面呢会有我们很多很多袋子 哇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那个勺子 今天拿到时候应该是个蓝色的 我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哪个呀 哇 又是这么多的袋子 嗯 这么多袋子一会儿又有的开了 这每个袋子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小玩偶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收集卡 这个玩具呢 说是用水把它给冲散 然后就会从我们的勺子里面呢露出一些比较好玩好看的神奇牛奶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是有收集价值的 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个或者这个 这个颜色现在没打开不太清楚啊 哦 我有可能是这个呀 这个看上去比较珍贵一点 但是比较酷一点 那么现在跟着我赶紧把这套玩具打开吧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勺子 哇 的确就是那个比较稀有的呀 看来今天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里面是有一个玩具的 我们就像一个沐浴球一样 到最后的话它会把那个玩具给泡出来 然后先不把它打开啊 先打开别的 它是有一股草莓的香味 哇 好香啊 我们来开第一个袋子啊 这里面袋子比较多 我们需要开的比较快一点才行 一个袋子里面是什么呢 哇 是两个甜甜圈 是不是特别可爱 有点像我们烧片子上面的一些 有些小玩偶 但是这个是属于小精灵系列的 实际上还有一些那种小小的气泡 第一个 然后我们直接就这么拆吧 拆不动 还是拿剪刀 哦 叨叨叨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面包吗 我感觉有点不太像 不过挺可爱的 颜色倒是比较 哦 拿反了 这个有点像一个小彩虹 是一个小熊的样子 我们多拆几个吧 要不然真的是一个一个拆 拆到红里面去了 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 有点像我们的皮卡丑 是吧 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面包 这个面包为什么还少了一块呢 但是挺可爱的 就是我们这些玩具呢 是扔到碗里就行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并不能会进我们碗里 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一个蓝色的华夫饼 小伯母都吃过华夫饼的话 知道我们华夫饼 上面有很多很多小洞洞 这就是蓝色的华夫饼 这个呢是一个小的蓝色吗 还是小礼物啊 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小家伙 然后我们继续来拆我们其他袋子 还有几个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哇我们下把子全剪开在这儿 一个一个看 好爽啊 一样剪这么多东西 好第一个 这是个新型的小面包圈 嘿这个就比较可爱了 有点像我们一个那个牛油果 但是没有那么那么深的颜色啊 这个还是比较一般 这个有点 其实挺可爱的 是个小熊 这个呢是一个方形的面包 嗯这个好香啊 我都闻到那个味道了 然后哎哇 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 两只小熊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我们拉近点看看小包们 哎是不是特别棒啊 特别的可爱 这个我感觉是我这一堆里面 开出来是最好的一个 然后呢好像这些袋子里面 只有最后一个了 哎这吃一个我们那种羊脚面包 羊脚面包上面是那种 粉红色的果酱 好了 现在我们所有小的这种 全拆出来了 这么多的这个袋子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 进行最后一项了 小朋友们你们猜猜是干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魔法的牛奶勺子 也拆开 哎 那种香料宝宝啊 每个香料宝宝都是有那种特殊的香味的 特别的好闻 那小朋友们你们在这里就可以让你们闻了 实在太可惜了 嗯好香啊 就是那种草莓的牛奶香味 然后这个就是有点像沐浴球 我们一会儿用水把它冲散就行了 我们现在去拿瓶水吧 我们现在一边倒水一边进行搅拌 哎 慢慢倒 这样马上我们这个全部冲开了就行了 我们这个空气球已经开始融化了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 它已经变了一个样子 上面有很多那种小洞洞啊 现在水也开始慢慢变得浑了起来 不是那种清水的我们一下倒很多吧 然后把我们这个小勺子放到里面搅拌一下吧 怎么还有一个我们这种脚啊 哎 拿出来就好了 哇 哎 小朋友们有一个掉出来的 是个玩具 这个是我们刚才没有收集到的 哇 上面都是水 好可爱啊 也是一个小熊 应该是个糕点一类的 是个特别可爱的那种版本 上面去都是手上都是水啊 不能摸相机 真太可惜了 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东西搅拌一下吧 哇 真的好好玩啊 看来它没有其他玩具了 只有一个玩具 这上面是不是还包含了另一个玩具 哦 这个不是 这黑色的不是玩具 哎 太可惜了 嗯 看看它到底能化成什么程度吧 哇 我整整搅拌了有快十分钟了 还是有一点没有完全融化啊 看来这个水的浓度 已经快进行饱和了 粉粉的还是挺好玩的 我闻一下是不是有香味啊 嗯 里面是有特别香的那种草莓的香味 还有那种牛奶的味道 看来今天呢 我们这个东西就这样了 哇 里面有特别多的那种小玩具 特别可爱 我感觉 嗯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玩具 泡到水里会有一些变化 那就更好玩了 但是它并没有这样的设定 有点可惜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下次呢 去跟还继续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玩具 嗯 这是我们这次收集的这个小勺子 和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玩偶 比如说绿色的小熊头啊 这也不是小熊头吧 反正非常可爱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不好 拜拜 拜拜